新烈市淡水街头上演了警匪追逐战 有一名男子犯案累累 在他身上至少背着三条通气罪名 而当时看到警方立刻飞车逃逸 但沿途不断地逆向闯红灯拼命违规 而三奶警用机车同时追捕 最后是把他逼到了死巷子 他才很乖乖就犯 现在不但归案 但是光是在路上违规 他就在被挨罚5100元 黑色上一男子看到警察就跑 沿路逆向闯红灯 警察三对一 嫌犯这一下只能自己招任 毒病通气两件 还外加妨害自由被通气 前科累累 而且身上再度被搜出毒品 16号晚上8点多 男子从淡水西明街 被警察一路追到滨海路三段 三公里飞车最后才被逮 沿路他逆向一次 红灯右转一次 再加上闯红灯两次 除了通气被逮 还得吃上5100元的法单 就怕被抓到 39岁男子拼命逃 被警察逼到死巷子里面 根本无处可躲 携带毒品 外加沿路违规 最佳一等 只能进去坐牢 记者刘四周松林新美式报道